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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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公师 真对不起 你拜托我办的事情 我没把它办好 朔菲娘娘 你是说你没见到我娘 我有见到梅太医 不过他差一点就被我给害死了 朔菲娘娘啊 你在说什么啊 我是想带饭菜给梅太医吃 借着这个理由去看他 也不知道是谁那么狠毒 在那些饭菜里面下毒哎 我差点就要吃下去 幸好是胡卫庸及时赶荡 把东西给打翻了 要不然 我就是害死梅太医的凶手了 所以 我才没办法 问那些问题 到底是什么人 要置我娘于死地呢 我真的不知道 柳公师 我不是故意的 你别怪我啊 朔菲娘娘 您别这么说 您愿意帮我 我就很感激了 又怎么会怪您呢 那我就放心了 我看 我先回去了 要不然 让胡卫庸或是爽儿知道 我来这儿 那就不好了 我先走了 送朔菲娘娘 阿弥陀佛 明明了 这下可头痛了 事情怎么越来越复杂了 不是 高明师傅 我觉得事情 越来越明朗的 明朗 你倒是说说看 事情怎么会越来越明朗 你想想看 李三武租 我他身上的掌印 与月瑶姑娘 被胡勇打伤的掌印 相同 而且在公堂之上 胡卫庸一直要掩盖 丞翰昌的死因看来 这件事情一定是他设计的 想要陷害我娘 嗯 这个说得通 所以啊 他才杀死那个武作 而且还火化丞翰昌的尸体 要消灭证据 但是 从朔菲娘娘所说 饭菜里被人下毒之身来看 胡卫庸 他又想要保护我娘 嗯 这一点老大我就想不通了 啊 这胡卫庸明明设计要害老夫人 为什么要保护老夫人的性命 想要我娘的命呢 是令有其人 哦 这个令有其人的人 就是沈万三 所以才会叫月瑶去查老夫人 不过呀 这里面啊 还有个问题 啊 不管是沈万三 还是胡卫庸 他们最大的阻碍 应该是你 刘伯温 就算他们要打击你 他们也不需要什么时候 都针对老夫人 他们还有很多方法可以用啊 那是因为胡卫庸他要的 不是我娘的秘密 而是我娘身上 隐藏的一件秘密 什么秘密啊 这就是我最想知道的 我娘身上 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胡卫用小心办法 想要挖出这个秘密 沈万三 又不惜一切地 想要掩盖这个秘密 甚至要我娘的性命 所以 这个秘密要是被揭穿了 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沈万三 所以他才要杀老夫人灭口 不过 又有一个问题了 高斌师傅 你想说的是 沈万三跟我娘 到底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我娘 会知道沈万三的秘密 没错 这两个人啊 照理说应该没什么关系 为什么现在都扯得一块了 我跟我娘相处的时间并不长 二十年前她突然不告而别 这中间发生任何事都有可能 也说不定 我娘不告而别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秘密 那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 说了半天也没进展吗 你还说什么越来越明朗 高斌师傅 如果把这件事情 跟阿修的死因 连在一起想 你就知道了 阿修 阿修死的那一天 为什么我娘 要在我成亲的时候 突然跑去找林姑 这非常地不合理 这只有一个解释 我娘会去找林姑 就是要弥补我阴之阁的缺陷 否则她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出门 对呀 那个林姑她说过 她说如果要补你的阴之阁 就要你的长辈去做件 让人骨肉重逢的事情 而最需要骨肉重逢的人 就是林姑 而老夫人在那天去找林姑 难道老夫人 她知道林姑的儿子 在什么地方 阿修是为了我娘而死 沈万三 她已经想置我娘于死地 所以阿修 她只是被沈万三害死的 所以沈万三要害死我娘 就是因为我娘 要帮助林姑 骨肉重逢 可是 林姑的儿子 不就是沈万三的儿子吗 难道让人骨肉分离 所以就是说林姑和她的儿子分开 而且 这件失德的事情 是沈万三跟老夫人一起做的 没错 高明师傅 现在不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连在一块儿了 就是因为当年我娘跟沈万三 做出让林姑骨肉分离的事情 所以才导致我的阴质格有缺险 现在胡卫用想尽办法 想要挖出这个秘密 沈万三 她也是用尽方法 要掩盖这个秘密 甚至 要置我娘于死定 由这点就可以知道 这个秘密对沈万三非常的重要 她愿意为了这个秘密 不惜一切 跟虎为用翻顶 高明师傅 你说 这件事情是不是已经很明显了 是比较明显了 可是 那个秘密到底是什么 我们到现在只能推断说 那个林姑跟她儿子有关之外 其他的我们一概不知 只要有方向就好办 只要我娘现在安全 甚至我想要帮助胡卫用 找出这个秘密 柳国师 这样好吗 府邸抽星 只要这么做 才能真正保护我娘的安全 不 不过这沈万三呢 她对我想这办法要害老夫人 那老夫人还是会有性命危险的 这就是我迟迟不敢出手的原因 公堂上出现的那个柳丽华呀 绝对是个重要的关键人物 我想啊 她跟老夫人还有程汉昌啊 绝对认识 没错 从我娘拿两万两给程汉昌 一直到我娘在程汉昌面前下跪磕头 我娘一定有什么把柄 落在程汉昌的手上 而且 现在程汉昌已经死了 所以 这个柳丽华 她一定是知道这把柄 唯一的人 但是从我们离开公堂之后 是找不到这个人了 高兵师傅 我们一定要找到柳丽华 可是你也要注意啊 柳丽华的证词 也有可能对老夫人不利 但是我们也只能找到柳丽华 才能知道我娘有什么把柄 在程汉昌的手上 也许这个把柄 就跟她秘密有关系 甚至就是那个秘密 你说得也对 不过我们现在最重要的 要赶紧找到证据 好证明老夫人她没有杀人 不过现在虎卫庸 一直阻挡我们办案 而且武作也死了 如果程汉昌的尸体 真的被虎卫庸毁毁化了 那么我们要找到证据 就非常困难 我相信啊 天无绝人之路 我们只要用心去找 我相信一定会让我们找到的 但愿如此 还真是重 浪费了我这么多力气 不过 还好托那个姓沈的福 让我在城里 找到这个败死的人 来当古人 练我的灵蛇骨 都是那个自命不凡的朱爽 害我把灵蛇骨用在他身上 现在还要我找这么多活死人 来提炼新的灵蛇骨的幼蛇 这活人好找 死人倒也不难抓 偏偏这灵蛇骨的幼蛇 要半死不活的人血 才可以提炼 唉 而且 还不能是本宫亲自杀的 不然这血 还没有用呢 真是麻烦 这灵蛇骨 早知道 这灵蛇骨 就不要用在朱爽的身上了 臭朱爽 都是你 没得那么多功夫 摩西利 我们赞颂你 你是万蛇之王 你是武道之王 你是力量之王 你是毁灭之王 请你收下 这点滴的活死人之血 幻化作你再生的泉源 嘿 可是 这里面的血还是不够 看来 我还得到城里 多找一点活死人的血才行 犯头 叫你去找柳丽华 到现在还找不到人意 还站在这干嘛 还不快去找 是 这个柳丽华 到底跑哪儿去了 为什么事先说好的话 到了宫堂之上 竟然改口说 他不是梅玉玲 而且离开宫堂之后 就立刻不见踪影 到现在还找不到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没什么回事 在结果 为什么事先说好的话 到了公堂之上 就改口说他不认识梅玉玲 而且离开公堂之后 就立刻不见踪影 到现在还找不到人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一定是有人在搞鬼 是谁呢 到现在的情形看来 只有两个人有可能 一个是刘不温 一个是沈万三 不过以刘不温在工厂上的表情看来 他应该是不知道梅玉玲的过去 也应该不可能暗中控制刘帝皇 到这样看来 应该就是沈万三 在背后搞鬼 糟了 现在爽儿封沈万三为国师 他只要有了权位 就可以轻易地破坏我的计划 不行 为了以防万一 我不需要爽儿把他这个国师废掉才行 将爷 你要本王废掉沈万三国师的职务 是的 太子 为什么 太子 微臣知道沈万三是太子的师父 不过国师这个职务实在太重要了 沈万三只是一个商人 他对政事毫无经验 要他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 为臣觉得并不是很妥的 商人将本求利 沈万三富可敌国 我们可不能小看沈万三的能力 太子 沈万三会致富 靠的是什么 太子的心理应该很清楚 至于沈万三经商的手段 微臣并不知道 微臣只知道他有个聚宝盆 就足以让他富可敌国了 国家大事并不善儿信 微臣并不反对 让沈万三有一个职位 更加赞成慢慢地重务他 微臣认为 以沈万三的才能 要是掉往户部让他掌管钱粮 或是掉到公部让他掌管建设 应该更能发挥沈万三的场子 微臣一片忠心 请太子三思 想不到爹这么坚持 要废掉师父国师意志 我到底该怎么做才好 太子 相爷 你的意思本王已经很明白了 不过本王认为 这件事要小心处理 给我一点时间 让本王好好考虑清楚 爽儿根本是太副业虎 可见沈万三在他心中的地位 破比我低 要是这样 我更不能让沈万三继续掌权 看来 我不该在这个有外人在场的时候说这件事 好 今天就要此作罢 改天与爽儿单独见面的时候 再逼他费了沈万三 相爷 你在想什么 太子 微臣认为 国家大事应该从大处着想 才是国家之福 不 微臣希望 太子能够好好考虑 什么人亲 什么人近 什么人能 什么人不能 微臣告退 微臣告退 李安师父的误会是越来越深 我应该要怎么做 何焰宁 何今之道 六国师 高兵师父 微臣敬我何娘娘 金枝姑娘 阿弥陀佛 何娘娘 请坐 来 坐坐坐坐 谢谢 怎么不见四皇子呢 哦 我那个乖生儿啊 他现在在山中道观敬仰 他每天都在练武 相信他很快就会恢复武功了 那太好了 我希望能够尽快再看到四皇子 对了 国师 我和金枝一到印天 就听到刘老夫人她含冤入狱 这是真的吗 啊 却有此事 刘老夫人有恩于我 当初要不是她用三支金针 封住我的元神不知散意 哪有今日重生的何焰宁 国师 我愿意尽我最大的力量 帮助你早日洗清刘老夫人的冤情 不过 说一点奇怪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刘国师 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哦 关于这个部分呢 就让老大我向你们说明一下 是怎么发生的呢 目前我们也不是很了解 不过 我们在想啊 刘老夫人啊 应该是被人设计 才会跟这件杀人案有关 哦 老夫人她为人这么好 怎么可能会杀人呢 叫人家怎么相信啊 我现在全心全意在找证据 想要替我娘平反 但是 朱爽是摄政太子 胡威又是主审官 他们想尽办法 要阻止我们调查这个案子 随到目前为止 我们有任何的线索 卧师 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能不能说出来 我们大家一起商量 哦 关于困难这个部分 一样由老大我来说明 我们现在的困难呢 总共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直接的线索 直接的线索就是程汉昌的尸体 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间接的线索 也就是人证 物证 不过呀 因为朱爽和胡威雍啊 不让我们检验程汉昌的尸体 随着直接的线索不断了 那么另外一个间接的线索 有个很重要的证人 叫柳丽华 不过很抱歉 现在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不知去向 我们也不知道上哪儿去找 说到别的 我可能帮不上忙 但是要找人的话 不管是活人或是死魂 我都有几分把握 何娘娘打算怎么做 首先 在死魂方面 虽然没办法检验程汉昌的尸体 不过 我可以魂魄离体 直接入地府 去找殷私使者 调出程汉昌的魂魄 问他到底死因为何 这样不是比验尸更直接吗 至于柳丽华 我也可以入地府 不需要经过阴私使者 就可以调出他的阴祸魂 然后再利用他的阴祸魂 调动他在阳氏的三魂七魄 牵引他的肉身来到我的法坛前 何娘娘 您正午帮忙 不闻感激不尽 是啊 何贵妃啊 刘国师啊 又您的相助 就好比是如虎天意 可是 这两种法术 都必须在晚上才能进行 不 所以 我会先准备好法男和法器 等到今夜子时 我们就可以动手了 哎哟 想不到九也能拿来当法器啊 哎呀 这确实是个很特别的法术 高冰师傅 其实 英差跟杨靖的官差是一样的 他们也会收受贿赂 只是 每一个英差 他们所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 哦 哦 时辰已到 国师 我必须要开始做法了 何娘娘 请 靖枝 帮我护法 是 天若不爱酒 酒星不在天 地若不爱酒 地因五酒泉 天地既爱酒 爱酒 不愧天 音思使者 铁娘子 听说你还阳了 真替你高兴 你今天怎么有空来啊 说来话长 我已经不叫铁娘子了 我叫何嫣妮 好 我替你改下名字 激 封死使者 好 啊 快点 我来 去看了 人家的 帮我找一个苏州人 叫做程汉昌 程汉昌 是 吊阉魂 程汉昌 何姑娘 阉魂 程汉昌 已经吊来了 多谢使者 英魂听令 速速回答 你到底是怎么死的 是谁杀了你 我好痛啊 你快回答我 你是怎么死的 是谁杀了你 他 用针刺穿了我的头 我的头好痛啊 程汉昌 何姑娘 他要死一拳很痛苦 他是被迎贞所杀 他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连他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原来如此 多谢使者的协助 多谢何姑娘的太白酒 姐姐 你回来了 何贵妃啊 事情出来了怎么样了 我确实有见到 我确实有见到英差 也调出了程汉昌的魂魄 但是 但是怎么样 但是英私使者说 程汉昌已经失去他所有的记忆 他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也不知道是谁杀了他 更不记得他自己是谁了 唯一的记忆就是 迎针灌脑 痛苦万分 迎针灌脑 没错 那天我看到师父在验尸 尸体旁边有一只银针 难道就是那一只 月瑶姑娘 这是一条很珍贵的线索 国师 趁现在时辰未过 我先进行另外一个法术 我要调出柳立华的音魄魂 调动她在杨氏的三魂七魄 牵引她的肉身 来到我的法团前 有劳何娘娘 不过高宾师父 这个法术比较危险 我需要你为我护法 好 没问题 三魂七魄世间云 数料四魂地苦存 本来念慕人本直 不随准事应破魂 这就表示我姐姐已经掉到柳立华的音魄魂 奇怪 姐姐 怎么了 我的确掉出了柳立华的音魄魂 但是不管我怎么着 就是没办法调动她在杨氏间的三魂七魄 牵引她的肉身来到我的法团前 难道在任何的情况下 那个三魂七魄都能随着音魄魂调动吗 理当如此 不过 除非有一种可能 什么可能啊 就是这个人已经处于非生非死 接近死亡的状态 阿弥陀佛 这么说来 柳立华现在的情形应该就是这样 姐 你打算怎么做呢 不要紧 虽然柳立华的人 不能来到我的法团前 但是我还是能够感应到 她的魂魄在哪个方向 她不能来 但是我可以去找她 柳师啊 你看怎么样的 银针和柳立华 是现在最重要的物证和人证 时间紧迫 我们必须要把握时间 我们只有兵分三路了 月娥姑娘 你可愿意回去主屋 替我们将银针取过来吗 好 我去 月娥姑娘 谢谢你 我知道你现在的感受 要你跟你师父敌对 对你来说一定非常痛苦 我已经下定决心 如果我能早一点脱离师父 也不会发生那么多 我不愿意看到的事 我现在就去 何娘娘 金之姑娘 请你们现在循着感应方向 把柳立华找回来 好 没问题 果实你放心 我一定把柳立华带回来 给你之前 助我 把柳立华带回来 这一点 总有没有 皇上 咱们 有点 怎么 那么 不 在夜市的时候 又发现什么地方不对劲 而且他们又掌握了有力证据 所以才被回忧杀人灭口了 没错 我就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走一趟炼房 好 现在就去 六师啊 可以进来了 这里面都没有活人 大门师傅 过来看看 好好好 李三 石头 你们两位网上的施主啊 很抱歉 老那我跟古师傅为了要查案子 可能呢要打扰你们两位了 请多多包涵啊 阿弥陀佛 虽然老那我呀 来不及问你们 不过光看你们的表情都知道 你们一定都死得不甘心哪 不过你们放心 老那我跟古师 一定会把这些事 查个水落石出 不会让你们白白牺牲的 阿弥陀佛 否则帮你们加持 高飞师傅 你看这两具尸体 有什么可疑之处吗 哦 光看他们的外表啊 除了掌伤之外 其他都看不出来 我们又不能剖开来看 哎呀 你看一下 他们 高飞师傅 把他的手打开 哦 李三 来 麻烦你手放软一点啊 打开了 打开了 李三 高飞姐的钓多 不客气 都 alluded 铁卜 都会有人 dipend 李三 麻烦你放软一点 打开了 是泥土 六五师 难道是李三在死之前故意抓在手里面 要给有心查证之人的一点暗示吗 很有可能 我带些回去 李三 谢谢你啊 最讨厌来这里巡逻了 这个地方最晦气 就是 快走快 李三在断气之前 把那些土握在手里面握得紧紧的 这些土啊一定很重要 刘伯师 你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含义 李三的工作是解毒遗体所留下来的线索 我认为他在临死之前 一定留有什么线索要让我们知道 老大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呀 这些土是不是表示某个地方 或者是什么秘密的场所 也有可能啊 是李三在别的地方被杀害 才被搬到殿坊去的 这个我也有想过 不过这泥土的土质 跟当地土质是一样的 所以你说这一点并不成立 如果说呀 跟当地这些土质是一样的 会不会是当地的土质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还说它在泥土里边 埋了什么东西啊 这土我检验过了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只是一般的黄土 而且当时如果地上有蛙洞 我们一定会注意到才对 我是认为李三手上的土 并不是专指土的意思 而是有另外重要的意义 让我们知道 这泥土啊 可以代表的意义呢 应该有两种 一种呢 就是代表着五行里边的土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八卦里边的坤 告别师父 我坦白告诉你 当初皇上要定都应天的时候 我一直反对 皇上也慎重考虑 长安 洛阳 汴梁跟林豪 都是皇上考虑的地方 不过后来选在 攻守接宜的精灵 改名应天 可是我一直很担忧 因为自古以来 定都精灵的朝代 国座都不长久 所以文武双全的冯国用将军 他才想用建筑五行 来补强应天的运势 哦 原来应天跟五行有关系啊 嗯 当时为了这件事情 我和冯将军争论很久 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各位师父 你来看看 哦 冯将军想以建筑五行 来增强应天的气韵 你看 东方甲以木 青龙盘 在季节为春 在音乐为角 主生生之德 所以应天的东方 建了一座清帝庙 嗯 南方秉丁火 朱雀武 在应天的南方 建了一座筑龙庙 嗯 西方更新金 白虎聚 应天的西方 是西王亩庙 北方人魁水 玄武前 应天的北方 当然是该真武大帝庙 嗯 那么 中央的物及土 是建了什么庙 帝士坤 厚德在物 皇天厚土 土为木钦 高明师父 是哪一位天神 用土塑造了人呢 九天玄女 没错 所以我们现在 就走一趟九天玄女神庙 嗯 嗯 这里面的布置 都是以黄色为主 果然是五行属土 嗯 哎 雷武士啊 那我们赶紧找找看 看李三 有没有留什么线索给我们 嗯 嗯 刘功师啊 发现什么了吗 还没有 刘工师 高明师傅 你发现什么了吗 刘工师啊 这人哪 有五脏 硬之五行 这肺呀 属精 心属火 肝属木 皮属土 还有这个肾属水 在这个地方 有什么物界 有五脏啊 就是九天玄女 高明师傅 你要惊动神像 这样不好吧 哎呀 刘工师 李三他们每天都在掩饰 都会接触到五脏 他往那个方向上去想 也很正常啊 不过刘工师他们惊动一体 是为了替死者申冤 我们不能无缘无故地惊动神明 哎呀 刘工师 你也不要太着急 很多的高僧大德 赫佛彭祖 这常有的事啊 因为啊 一切皆空 不需要啊 拘泥于外在形体的约束 再说了 你想想 这尊神像啊 是土做的 木 刻土 我们只要拿一支木剑 把这神像劈开 这样就对了 高明师傅 木刻土是表示生长 并不是破坏啊 哎呀 哎呀 你想想啊 现在啊 我们是要解破一个谜题 而且 这谜题是跟艳尸有关系 我们现在 要是把这佛像解破开来 这样不是很适合这个正宗吗 高明师傅 我所想的 并不是这样 不 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是你提醒了我 要从五行下手 哦 你看这是什么 哦 这是香炉嘛 人 这香炉 为什么放在水上面 哎 这还不简单 就是怕起火嘛 啊 这一般的庙啊 如果怕 会发生火灾 啊 就会在这墙壁上啊 画一条龙 主要的叶子呢 就是取龙 吐水 来救火的意思 高明师傅 你说的很有道理 不过 这个香炉暗藏五行 哦 你看看 这香是木做的 表示木 这香插在香灰上面 就像是从土中长出植物一样 这就是木刻土 还有 你看这香 这香上面有火在烧 表示木生火 这香燃烧所产生的香灰 这就是火生土 这上面的香灰聚集 变成土 嗯 还有 这香炉是金属铸造 表示土生金 因为金在土之下 嗯 你看 这个香炉 放在水上面 这就代表水 嗯 嗯哼 哈哈哈哈 那么老那我知道了 为什么一般的香炉 很容易引起这火灾啊 就是因为啊 物性不挑 少 少了一个水啊 哈哈哈哈 李三爷把东西藏在这个地方 应该是很简单 不需要重麻烦 他一直强调 跟土有关系 所以我们要的证明 很有可能就在香灰之下 嗯 那么你啊 先向旧天玄女 并报一声 我们就可以找找看了啊 嗯 九天玄女在上 弟子刘伯温 要翻斗明的香炉 请九天玄女见谅 哎 这是零了啊 一次又答应了啊 哈哈 哎 哎 刘伍师 那我们就快点找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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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哎 真的有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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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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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是不是这个啊 这是虚格 是我做验尸的时候 所做的记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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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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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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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李三会把他写的副本 藏在这个地方 难道他已经知道 自己有生命危险 怕被人家灭口吗 李三 谢谢你 你用你的生命 保护这么重要的证据 龙山 那你快找找看啊 承 承 承汉昌啊 他该是在最后一夜 我看看 有了 嘿 这就是承汉昌啊 武座鹤豹 他又假又擦伤 四座蜡 以喜冤怒 死后受伤无误 四后受伤 武座鹤豹 全身并无坠伤淤青 以喜冤怒 死后坠楼无误 四后坠楼 武座鹤豹 他的右前臂骨折 两端并无血痕 以喜冤怒 死后骨折无误 死后骨折 哎 这样就足以证明 承汉昌啊 从楼上摔下来之前 他我就已经死了 没错 以喜冤怒 死亡时间 四个时辰前 高冰师傅 承汉昌 坠楼的时间 是在什么时候 呃 大概是五十 我看一下 掩饰的时间 是深时 那这样承汉昌坠楼的时间 就不是五十 而是之前的陈时才对 嗯 没错啊 六国师啊 这是很有力的证据啊 是啊 有了这个证据 就给洗清我娘的冤屈了 嗯 五座鹤报 头顶 百慧穴 有银针一根 这是不是何娘娘所说的 那根针是致命原因 哎呀 王百慧穴 刺下一根银针呢 不存也半条命了 说的奇怪啊 李三 为什么不把那根针 拔出来呢 哎 依大明朝的律法 李三若是无尽一步的命令 他只能够做外部检验 嗯 嗯 哎呀 他如果啊 有做内部检验啊 那我们哪 就能够知道更多设计了 胡威雍 连初步的检验 都想要毁掉证据 他怎么可能下令 再详细的检验呢 高明师傅 不过我们有一支证据 一定能够洗清我娘的冤屈了 没错 虽然哪 人的身体啊 这是个臭皮囊 但是这臭皮囊啊 还真有用啊 我们哪能够利用验尸 让一些事情的真相啊 早日浮现 嗯 不过 尸体放越久 经验的误差就越大 不过 我们有这本诗格 比较到陈汉长的尸体 更有用 嘿嘿嘿嘿 哎呀 这一切啊 说来都要感谢李三 要不是你啊 把证据也藏在这儿 让我们找到啊 这事情啊 也无法顺利地发展啊 阿弥陀佛 佛祖地会帮你加持的 嘿嘿嘿嘿 博士啊 不知道何贵妃跟金芝啊 去找柳丽华 还有月瑶 去拿银针 是不是也像我们 找到这证据一样 这么顺利啊 嗯 我们来补算看看 看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 嘿嘿嘿嘿 来来来 补挂 不会挂 来来来 告别师父 这脚杯 本身呈太极之形 以阴阳为诏 所以非常适合补挂 再说 脚杯本为木造 木刻土 我们正好可以用来补算 与土有关的谜题 嗯 没错 唉 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看 何贵妃跟金芝 他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在天成相 在地成行 不义 解义 便义 好 哦 好 哦 哦 欣赏 我便宜 嗯 不爱 我再左眼 看妙娘 為前度 咖哩上 冬塞人把唱唱唱 中中彼像 看著妙娘 用甘陷增長 臨海夢夢 真海啊夢夢